我是主播阿凯 首先呢我先感谢 Muququen Chen 他们能量的行业 为了送给大家 RUTH以及 网络耳机 对这次直播的大力支持 今天为什么要做这次直播呢 因为我们罗台粉丝最常 受到的问题呢就是如何 成为一名职业华手 现在的话 BG 你去哪里 刚到深圳 今天你的训练是几点结束的 其实已经早就结束了 今天刚好有空来一下深圳 我做个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 我是广东中山的潘艾姐 今年20岁了 我有在那个滑板日啊 看到你本地的滑板的比赛啊 还有活动 For your local 嘛 上次直播也说到 不知道现在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都在干嘛呀 广东省集训 哦 在中山 紫玛里 对对对 我就也穿了一身白蹄 哇壮了 太了解我了 对对对 再开始猜一下我穿的是什么颜色的鞋子 赶紧 我觉得你穿的鞋子 应该不出意外的话是 黑色吧 太错了 粉色 非黑系粉 我厉害 这个真的是没有排练过的 真的 怎么样 好喝吗 一天两关差不多了 这段话今晚睡过着 也不知道在想谁 就很不好 想谁 想谁 想媳妇 想谁 广东 建议说媳妇这两个字 媳妇 对对对 这次直播我们主要是围绕着 怎么样让一个草专的滑手走向一个职业 围绕着这个话题 其实这一路这样走过来也有个六年半 从一开始也不知道会有滑板的公司 给一些滑板的产品 给到滑手 就贪玩 叛玩 PG你还记得你一开始是怎么结束滑板的 有轮子的一些 运动 有轮滑 轮滑其实很多人都想不到 其实我也玩过 死被变的滑板都是在同一个地方 玩 然后价格他没有给我钱 所以我该怎么办 滑板都组装好了 后面怎么解决 打电话给我 表输 后面跟他说你可以送我一块滑板 十分钟之内 就把那个现金送到我手上 介绍一下你的滑板配置吧 版面就是 DBH 支架就是 Independent 轮子就是 WITTA的 轴承的话 就是 Bronzen 沙子就是一个 你想看你粉丝的 经济实验 喜欢我就买我 近一个月来 你都在忙什么 一些 做一些体能训练 就会去滑板 备战明年的 全民会 我们像我这样的草根的滑手啊 就是想要 成为一名Pro的话 那我应该 去做哪些具体的事情 拿到赞助的时候也是没有想 一共要拿到职业滑手 你老板他跟我说过 这个孩子还很小 还得上稿 跟DBH 说我要不 出一部个人的片子 当是我自己的 一份新的礼物吧 有他这一句话 其实我 拍视频的动力 就会 16年的时候 我下过一次15层 就是挑战过用 Kickfit 但是也没有成功 然后想一下 大乱吧 就是我下这个15层之前 做了很多一些 准备的工作 安全地 那种滑板的时候 你家人支持 一开始是 很不支持 对 现场的话 他们基本上都不会 没必须碰我 那你第一次做成大乱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有一个晚上 然后练大乱 然后站上 激动的不行 这11点必须要回到家 所有人睡着之后 然后我就偷偷溜出来 通宵练嘛 你滑板的场地的那个 训练的场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以前都是 平杆子 然后放到一些台阶上面 然后去练 练习 斜杆的动作 但是现在的话 滑板场真的越来越多 反正滑板场的话 我就基本会挑一些 鞋杆 还有一些台阶 去练习 我们办的这个 往后挑战赛 你有没有什么 建议啊 我感觉线上比赛 没那么紧张 线上比赛 还是 挺特幼然 怎么样都会有一点的 搜索啊 潘家杰 slash pj 就全网都可以收到的 不会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我觉得还是 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基础练不好的话 让你去到滑板场 你想挑战一些 鞋杆 或是一些鞋台的话 还是 比较危险 谢谢pj 然后给我们带来的 这次的直播 再见